然後我來這邊我才發現 人島羽族是從福建東南沿海 接觸到台灣的 確實 確實 跟我們教科書教的完全不一樣 好很多 對 然後因為我覺得這樣才是符合邏輯 哈囉大家好 我是八九 今天我看到一條新聞 實在太可惡了 原來我們都被玻璃王給騙了 可惡之急 很多親中的網友 跟舔工的媒體翻出 玻璃王以前還在錢東家的時候 錢東家拿他介紹美金的照片 幫他去背P圖嘛 然後PO在這個中國雙11節站台 所以我們一定要順從 這些親中媒體跟舔工網友的意 去抵制這家美金相關公司 如果你們看得懂是反串的話 而今天我又拿到 五個 五個台灣人 接受中共統戰的證據 先來說一下第一位 第一位叫做躍躍的台灣人 是躍躍 是躍樂 我先叫他躍躍好了 先前這個躍躍 他就是跟顏雅倫鬧過風波的這一位 他宣布前往中國定居發展 這沒有問題啦 我是不太想要揣摩說 你是因為心裡受傷 而想離開台灣這個傷心地 跟台灣表妹陳竹英、張少涵一樣 中共其實很喜歡 透過第三方來台灣找 這種人 去中國發展 那要去中國發展定居沒有問題啦 但是他自己公佈了 他參加中國統戰團的相關事宜 我們可以看到這張圖 他自己說什麼呢 感謝香港經委JCI讓他去杭州參加各種活動 然後我們就去這個香港JCI的相關帳號 可以看到 JCI自己發了很多文章說什麼呢 感謝杭州市拱束區委統戰部 及 拱束旅港同鄉會的大力支持 活動現場有 統戰部余龍生 杭州市委統戰部常委副部長 哈軍理等等等等 下面基本上都是統戰部 然後耀樂曾在他的IG 現實動態上說 啊我沒有收中國共產黨的錢啊 他也把自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居住證 秀在網路上 不是 你是不是誤會的什麼 2017年大學剛畢業 學校把我的這個作品啊 問我是不是可以參加蘇州的影展 欸我也覺得OK啊 正常的交流合作嘛 因為我當時對中共也不太了解 在我國高中的時候那是馬英九執政時代 那個時候電視上基本在吹什麼 中國好棒棒啊 高樓大西亞科技日新月異啊 對吧 然後人均薪水過萬啊 對吧比台灣高耶 是吧 那個時候那個年代這個氛圍是這樣吧 我也是滿懷期待的想要去上海 去蘇州去南京看看 結果一落地發現物價薪資水準 還有平價購買力遠遠比台灣差的多了 上海城中村跟上海的郊區真的 也相差太大了 然後對方出什麼 基家酒嘛 也沒有直接塞錢給我啊對不對 但事實上我參加到了第三天 我就覺得啊 好像怪怪的 回台灣之後讀了很多資料才發現 哦原來那個是統戰團哦 所以當下的我根本也不知道那是統戰團嘛 那個時候還有好多叫中國網路媒體公司的主管 直接來這邊應聘台灣人日本人參加的 國際友人對吧 就唯獨不應聘中國人 那你說這些事情啊 是不是統戰給的一種福利環節呢 是啊 還是你以為就是這麼直觀的統戰是簡單的 我給你錢 然後你幫我說台灣是中國了 哎呦 什麼年代了 還以為是那麼那麼破的事啊 但是我後來回台灣之後 我並沒有讚揚這樣的行為 對吧 我也沒有發文拍片說什麼 哇中國好棒棒啊什麼 然後都是共產黨一切的功勞啊 有了共產黨才有這個穩定的中國社會發展 才有了高樓大廈 才有了我們看到這些美好的現象 跟歐美 台灣的民主差好多哦 我沒有講過這種話 我回台灣之後我是堅決反共了 所以問題不是說去中國就是舔共 而是你去了讓中國是否能讓你看懂 中共是怎麼玩特權的 是怎麼壓新聞的 是怎麼讓你看到你想看到的 是怎麼打江山的 聽不懂打江山是什麼的 那就代表你對中國的功課做的很少哦 如果中國真的如你們說的 你們看到的那樣表面的繁華 那不會有反共的中國人回不了中國啦 不會有這麼多的中國人走先去美國 不會有這麼多的中國人生起歐洲的政治庇護 不會有這麼多的中國有的人 怕被割韭菜 怕被聖上弄 把資產轉移到日本跟新加坡 讓日本的股市大漲 讓新加坡取代香港成為亞洲金融中心 當然也是很多外商測試嘛 我就舉一個最少的基數 一萬人 你看過有一萬的美國人 英國人 在歐洲或是敘利亞 北韓 俄羅斯 偷渡或是升起政治庇護嗎 沒有 但反觀 中國 你是可以看超過十幾萬人 走線偷渡政治移民的 我也搞不懂 現在正值通縮 以及高壓失業率的中國 你還過去發生什麼 你說如果是2014年去 那確實嘛 中國那個時候在起來 是一個賺錢的好時段 你現在去是在 提油救火嗎 還是怎樣 所以祝福你啦 希望你幸福好好在中共國發展 不要在這幾年走歪啊 突然說什麼 祖國母親10月1號生日快樂 五星紅旗飄揚台灣省 我是中國台灣省藝人 然後你後面還加個五星旗 第二個我看來更吐血啊 是一名花蓮的阿美族女生啊 先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然後我最近呢 又跑到平坦區 因為我要做南島語族 因為我們台灣小數年族 是南島語族 就是語系嘛 然後我來這邊 我才發現 南島語族是從福建 東南沿海 現實到台灣的 確實 跟我們教科書 教的完全不一樣 好很多 對 然後因為我覺得這樣 才是符合羅子 然後 我們是有很多 對對 而且還有包括考古資料 那些研究資料 那其實這些資料 蠻多人都不知道 南島語族就是從 這邊出發到台灣的 然後我在這邊做南島語族的事 傳承部落文化 他本來就是一體 就是他本來就是一體的事情 而且我做的事就是徐一哥 他在我們花蓮原住民的群組被罵爆 中國的歷史 歷史學者袁騰飛教授 他就說過 中共寫的歷史啊 如果你是一個中國人 你考完試就可以丟掉 全部拋掉 完全胡說八道 所以我一再強調 我們的教科書 按照中國古代史書的體力 屬於繪史 屬於繪史 就這個 你問我這個教科書 有多少東西是真的 低於百分之五 低於百分之五 你考完之後趕快把它燒了 你竟然拿中共寫的歷史 來證明南島語族的族群 證明其他國外寫的歷史是錯的 證明南島語族是從福建過去的 完全天氣在唬爛耶 六四中國寫的歷史 也跟世界上寫的六四的歷史不一樣耶 所以中國寫的六四是對的 我忘記了 中國是寫八九政治風波 然後短短的半夜就結束了 我們來看這張南島語系圖 哦所以你看到印尼嘛 那邊嘛 太平洋島國嘛 紐西蘭 全部都是中國人對吧 全部都是從福建那邊過來的對吧 毛利人也是中國人是祖國人是吧 五星紅旗飄揚毛利人是嗎 如果你要這樣玩的話 那我們來看這張圖 請問我們地球是不是只能有一個國家 對比一下你看他寫一個人類發源地 這個人類發源地對比現在的國家是什麼 肯亞跟烏干達附近 那也就是說全世界現在只有一個或兩個國家叫做烏干達或者是肯亞 對嗎 那也就是說你現在在的福建啊 你現在在的大陸啊 證明應該要叫什麼呢 肯亞國中華蘇維埃省 美國應該是什麼 肯亞國WD美利堅自治之區 你完全胡說八道的如果你要這樣那我寧願當一個天良心人 而且我們看這個遷移圖 明明就是兩個不同的支線 一個往南島 一個往中國那邊去走 那你再往回推你就是非洲人啊 這講什麼你去尋根你去非洲尋嘛 莫名其妙 我們接著看他其他的舔共影片 我們是 兩岸七年的豆腿吹鬼了跑掉 用那個情 不行不行不行 我放不下去 OK 你聽這個歌詞好像沒什麼問題對不對 那之後我們看一下他發的文寫什麼 祝福我的祖國生日快樂 就是正逢10月1號國慶前後發出來的 我的祖國生日快樂 你的祖國 你的祖國 還有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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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還有很多啦 你看唱歌下面寫什麼祖國生日快樂 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省花蓮縣人是吧 那你其實不應該叫做阿美族 你的全民請你講出來 你的民族是中華民族裡面的高山族裡面的阿美族 所以你是中華高山阿美族 有沒有聽懂 遵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定義的民族 那請你停止領中華民國給你的原住民相關服彼 你應該要去跟北京政府理 不要給你們自己阿美族丟臉好嗎 你看蕭敬騰羅志祥也是阿美族 你阿美族爭氣點啦 不要認賊作婦好不好 我們太魯閣族以前抗過清 也抗過日 你們阿美族也是抗過日也是抗過清的喔 在光緒年間 雖然阿美族曾經給清軍當過代入黨 八為太魯閣族 但歷史的恩恩怨怨已經過去了 請不要再次走上你部分 祖先翻過的錯 你究竟是想要當幫助清軍 幫助日軍屠殺太魯閣族的那一部分阿美族人 認賊作婦 還是你要當曾經在修孤蘭西那附近 在七角川附近 看過清看過日的阿美族人 一定要舔共事實這麼明顯大家才信就對了 你看他自己都說啦 他是夏德五部落的孩子 欸!這裡就是玉璃 就是我剛說的修孤蘭西那邊附近的哈 你祖先修孤蘭24社 在1875年左右抗清啊 你現在又過去喝什麼黃河水喝長江水 你應該是喝修孤蘭西水長大的孩子 你跑去自稱是什麼黃河文明發源地 自居的什麼中華民族 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你的祖國 你回部落啦 尤其是暑假風年紀快到了 你記得上台大喊 你是一個驕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中華民族的高山族的阿美族 你的國旗是五星紅旗 國家領導人叫做習近平 如果阿美族的信仰是有顏色的 那肯定是中國紅 就如我身上穿的紅色族服是一樣的 你敢不敢說嘛 真的是讓我非常的反胃 尤其是原住民舔 就讓我更反胃 我已經講過恩變了 中共就是藉由的什麼 文化交流滲透全世界 不只有台灣 歐美這個孔子學院關閉了幾家 中共用這個孔子學院 你看這是中國古代的文化 然後加一些紅色思想過去 歐美的人士發現 就說這是中國文化 關我共產黨什麼事啊 你一定要這樣一刀切就對了 你自己要把這個東西滲透進去啦 然後你怪別人一刀切 你看還有一個中國網友在推特上發的文 他就說得很好 我們要如何打台灣 我們要如何打美國 我們就是把一些老人婦女小孩 綁上去前線背在解放軍身上 你台灣人改S 我就譴責你 對吧 那是平民耶 有沒有跟哈馬斯的行為一樣 有沒有跟中國古代以前作戰也是這樣子啊 中國解放軍就是這樣起來的啊 打朝鮮戰爭的時候 就是把那些無故的國民黨投降者 或是投降的這個南韓士兵 南韓百姓推到前線 歐美軍到底要不要開槍呢 中國是從武力的統戰是這樣子哦 那從文的呢 他也是這樣子啊 我假借一個 是中國古代的兩岸交流的吧 中國古代的這個文學 中國古代的服飾 中國古代的詩詩家具 你就弄這個 當作是前面的那些 跟武力的那種平民一樣對吧 解放軍背的那種娃娃一樣 你就把它綁在前面 後面是偷渡共產黨紅色的概念 所以到底有沒有統戰啊 我的天啊 台灣人有多蠢啊 像是還有網友揪出其他三位 前反骨成員 韋哥 李善苑 還有賴雅婷 跑去中國騎乳大帝 參加什麼收割小麥節 七魯大帝在哪呢 就是山東嘛 還參加了什麼共赴兩河之約 共享水城之美的記者會 中共國台辦還親自發表 這場活動是什麼呢 請大家講好故事 展示好的生活 促進推動兩岸和平發展 好這個文句就大有來頭了 說好某某某就是說好中國故事 這是習近平前幾年的命令哦 也就是說 你必須把關於中國的事情說到好 河南糧倉面臨60多天的乾旱 完全沒有補貼跟大洞做的人工措施 甚至在微博上 連前20前30的那時候都沒有 部分黃河之縣乾枯 然後廣東又又又又在昨天 淹大水13萬戶停電1萬多人撤退 每一周是這次的重災區 最高淹到兩層多樓 兩層你敢想像 你在台灣近20年你什麼時候看到 一個城市淹到兩層樓 我這個每年不講幾次講到爛掉了 台灣網我看不到啊 哪有中國高樓大家很棒啊 你去鄉村看一下他們的水平有淹多高啊 廣東今年已經淹五到六次了 今年啊每年起碼最少也一到兩層 請問一下年年來 中共為什麼沒有解決 為什麼下水道工程做的那麼爛 為什麼分紅道做的那麼爛 如果是泛濫區的話 為什麼還讓城市蓋在上面呢 怎麼每次都在暴雨過程中 同步水庫放雜 難道貴國沒有天氣預暴嗎 你不知道應該要提前洩洪嗎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角 下次見了 掰